231名滞留湖北的台胞 20号晚间8点搭乘华航航班 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 于晚间9点22分抵达台湾桃园机场 随后被分批送往集中检疫所隔离14天 预计21号晚间还将会有200多名 滞恶台胞搭乘同一时间的华航班机返台 搭载231名滞留湖北台胞的华航 CI504次航班 20号晚间8点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 于晚间9点22分抵达台湾桃园机场 由于台湾方面不同意 有两岸航空公司从武汉载运台胞返台 而是要求滞留湖北台胞舍尽求远地 从上海搭乘指定航班返台 许多台胞只能连夜赶往上海 昨天下午的4点半从湖北老家出发 然后一路上颠簸了14小时才到达 今天早上的凌晨5点才到达上海 很累 很累真的很累 我到一晚上都没有睡 哇 终于可以上飞机了 返回台湾的台胞 当晚都有专车送往检疫所隔离14天 21号同一时间 还有一个华航班机将运送230人返台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全台检疫所可容纳2100人 前两天台海军敦目舰队约700人 已集中隔离 此次滞留湖北台胞返台 将使台隔离检疫所容留趋于紧张 这样一下来我们大概很快就要满了了 嗯哼 嗯哼